2023年1月26日 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近期葡萄牙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葡萄牙家庭成员数据 据数据显示 2021年单人独居的人数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19% 占葡萄牙总家庭数量的25% 目前 葡萄牙共有414万9096个家庭 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2.6% 那么每个家庭的规模有多大呢 据统计局统计 每个家庭平均规模为2.5人 其中单人独居的数量超过100万 据悉 这些独居者多数是由女性、老人、不活跃人群和退休人士组成 论到家庭肯定会联想到孩子 在葡萄牙64.8%的家庭都有一个孩子 在这些有孩子的家庭里 45.3%是双亲家庭 剩余的18.5%则是单亲家庭 统计局指出 除了李斯本、阿联特儒和阿尔加威以外 葡萄牙所有地区的生育率均有所下降 在这些单亲家庭中 多数是单亲妈妈 占85.6% 剩余的14.4%则是单亲爸爸 点加号 点红心 点箭头